嗨,各位好,我們現在來介紹一款Wi-Fi藍牙 Wi-Fi可以攝影機監控的 我們這一款是直接跟廠商延商價錢 我們這個是高清1080P的 跟媲美外面在賣的號稱那種所謂的200萬畫素以上的 這個畫質好不好待會我們就可以一比較就知道 市面上很多你看到有很多那種便宜貨啦 那個頂多720P甚至到960 你要拿到1080P就所謂的Full HD的畫質不容易 然後我們這個是HD高畫質1080P Wi-Fi的喔 各位可以看這個它外觀 好,我們現在要打開來看一下 它裡面呢有說明書 好,我們看到它這個就是它的機子 這個機子呢 我們先來看它裡面的配件 這個背後可以讓你釘在木頭牆壁上面 你都可以 天花靶上面都可以 這個就是它的底座架 底座架你可以鎖在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鎖在牆壁上面 你這個這個 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 完全就是可以 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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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上下高低 然後 它有一條 國際標準的 插頭 一百一到兩百二的 好 我們先把它拿開 先把它拿開 OK 這個呢 它後面有兩根 兩根 可以讓你接收Wi-Fi 現在我們這個喔 跟廠商行商特價的喔 這個 價錢利潤 我們就是用回饋機制 賣多少 我們才會有利潤的 這個東西給你就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 特價的東西 它還有 夜間夜市四顆 紅外線的喔 可以晚上的你在拍照的時候 畫質非常的清晰啊 好 我們現在呢 這個東西你要使用之前呢 你的手機可以先下載 QR Code QR Code 你只要下載QR Code 到你的手機裡面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可以來跟它裝裝看 它的效果是怎樣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插線好了 好 我們現在用手機 好 我們手機先來把它 好 手機 OK 可以先 因為我們事先有先下載了 你手機下載了以後呢 你只要點上去 就開始會有所謂的 可以拍攝了 好 這個 鏡頭畫面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好 這個我們都中文介面喔 非常的容易 很簡單 你只要下載完了以後 它就很簡單 可以中文介面 好 你看 有看到我的手了吧 好 這個手機 這個可以把它擺橫的 你擺橫的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對 你可以擺橫的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的手 OK 這個 這個都是可以 拍攝 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看得到 它可以縮小放大 縮小放大 這個 畫質啊 非常的清晰 各位可以 從螢幕上呢 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清晰 好 好 我們現在這個 各位看 看著手機的鏡頭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 拿到外面 來拍 我們先把它拿到外面來拍拍看 好 各位有看到了嗎 外面的角度 好 也可以360度 那個上下100 可以720度上下左右 好 可以試試看給各位看 好 畫質非常的好 非常的清晰 好 左右 好 左邊 右邊 好 用手機就可以操控了 好 上下 好 上下就可以看 看得到 好 各位有看到了 好 各位有看到 那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畫質可以 給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電視的 電視的畫質 好 有看到嗎 電視的畫質 OK 它可以更上下左右 可以看得到 好 它夜間拍攝的效果也是很好 夜間拍攝的效果也是很好 夜間拍攝的效果也是很好 好 我們現在呢 先 來 拿這個東西 我們先拿來去看 夜間的效果 好 好 各位有看到夜市 這是 因為我們把它蓋在棉被裡面 各位可以看得到它夜市的效果也是可以上下左右 好 可以看一下 這個夜市效果非常的好 好 各位有看到了 好 我們現在把它拿開 好 各位剛剛有看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畫質 這一款呢 是高清 1080p 效果非常的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好 各位可以從手機上可以看得出來 好 你手機上都可以 它還可以設定 所謂警報 我們現在來設定警報的作用 比如說 你把它設定了以後 在家裡 把它設定了以後 好 這裡面都有中文介面 好 警報 好 你把它打開 好 你只要 有東西在前面面前 好 你不要說設定要一分鐘 好 那麼 你只要有 東西在前面晃動 好 它就會有所謂的警報器會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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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是從攝影機裡面發 聲音出來了 所以它聲音非常的大聲 好 那我們如果在外面 這是在家裡面 設警報器 我們現在在外面 好 我們如果人在外面 工作或是什麼 你把它設定手機會震動 好 我們現在來設定 設定 手機會震動 好 各位可以跟他看一下 好 當如果說 東西有在前面經過放動的時候 你的手機呢 是會有震動的 好 是會有震動的 好 你看看你的手機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 有聲音 好 你可以靠靠近一點 可以 各位可以知道 你的手機會震動的 好 剛剛那個 因為震動會沒有辦法聽到 可是我們手機就是會有強烈震動 好 還有我們這個也可以對講 好 我們現在來可以來對講 好 我們先來把它設設立 好 手機可以對講 好 如果說你在外面 好 如果不要用 電話 好 可以跟 家裡的人好 用這個來對講 好 因為我們這個外面呢 好 他有 有一個麥克風 好 麥克風這個頭在這裡 就可以跟他對講 對講的時候 在你的手機上面 都是可以 好 好 我們現在來設定一下 好 有沒有聽到呢 好 我們現在在設定那個麥克風 你回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操作介面是很 很很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 好 OK 好 你拿過來 OK 好 我們現在呢 你看 剛剛講 有講話 好 手機拿過來 喂 喂 喂 各位有聽到聲音 這個就是手機 管出來的聲音 好 現在換 現在換 手機換這個 攝影機的 因為太近的話 會很回收 有聽到聲音 OK 好 所以這一款呢 非常的好用 這款非常好用 你可以對講 在家裡可以跟 你可以跟家裡的人對講 講話 什麼都很方便 所以他警報也很大聲 警報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大聲 所以我們介紹這一款呢 好 那個 1080p 好 各位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這個的 攝影機的使用方法 因為有很多 顧客反應說他們不太會 使用操作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用戶的那個操作方式 當你拿 拿這個買到以後 回去以後 你把記得旁邊這個 要把它 打開以後回去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來看 先把它沖上電源 接上電源 接上電源以後呢 我們現在好 來把這個東西 把它擺好 我們來測試 先把它連線 連線上來把它測試好 等待連接 等待連接 好 那我們這個有說明書呢 說明書上面有QR Code 我們就用QR Code把它掃描 掃描以後呢 他就會在你的手機上呢 就會有顯示 這個 裡面的這個 App的這個 下載這個程式 好 好 我們現在下載這個程式以後呢 好 現在來開始掃描 好 我們上網 去把它摘入下來 把你的手機把它下載了以後 然後 然後我們開始 把它轉換 好 我們去選擇 安卓系統 安裝 安裝成功了 我們現在來 把它卡開它的界面 好 我們先要登錄 要先註冊帳號 要先註冊帳號 註冊帳號 先把帳號把它註冊好 好 這個時間上會有比較久一點啊 因為註冊的時候 註冊好了以後 OK 好 各位有看到 喔 有好 我們註冊好了以後 照著指示來 好 我們把它選定 你的主機 看是連接Wi-Fi 還是連接有線網路 再選擇相對應的 手機要先開啟Wi-Fi 做第一次連接 手機要開啟Wi-Fi 第一次連接 我們現在在連接中 連接中 請身後 連接成功 好 它會出現這個所謂的 設備密碼 隨便設定 設定您自行喜歡的 剛開始的密碼都是123 請之後自喜地區裡面進行更改 好 現在已經有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轉向給它轉過來 現在已經有連接了 OK 那已經有連接上來了 各位有看到 OK 好 那把它連接好 現在要來講解 現在要來講解 在外面不使用Wi-Fi情況下 所進行的遠端監控 首先先把Wi-Fi關掉 攝影機應已連接上家裡的網路 或者是店面的網路 所以會顯示在線 手機只要有上網吃到飽 開啟上網吃到飽之後 就可以進行連線 操控 操控 操作介紹到這邊介紹為止 我們現在繼續介紹攝影機的其他功能 當你們進入到攝影界面以後呢 旁邊這邊有個小齒輪 只要點下去就可以進行設定 設定時間 攝影機的時間日期 攝影機 畫面與聲音影 影片格式 音量大小聲 商品的影片質量 流暢度 動作感測 圖像翻轉 安全設置 可以自行設定密碼 避免人家進來 網路設置 因為是連線 您是連接Wi-Fi的 所以以Wi-Fi的為主 這個報警設定推播警報呢 就是如果你有設定動作感應的時候 你只要開啟推播警報呢 只要有東西在畫面前面晃動 手機就會收到警示 設定推播警報 設定推播警報 記得動作感測 一定要打開來 才會有用 回到攝影介面 錄影設置 這裡有三種錄影模式 手動錄影 報警錄影 電視錄影 手動錄影 需自行按下錄影 開關後才會開始錄影 報警錄影 如果你有設定警報器 以及動作感測之後 他會再感測到商品移動時 開始錄影 有1到3分鐘 定時錄影可以設定時間 24小時說的是開電固定時間都可以設定 記憶體容量格式都在下面 以上就是其他基本設備 這邊有一個播放器 就是可以看最近錄影的所有影像 這就是攝影機的所有介紹 到這邊為止 謝謝 謝謝 謝謝